嘿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Pink丹 本周最大的XR行业新闻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苹果VisionPro的媒体评测解禁了 第一批评测稿件和视频已经放出 另一个就是2月2日周五VisionPro的正式发售 因为我的每周新闻评论固定在周五晚上发布 所以VisionPro正式发售的热度肯定是蹭不上了 只能在下周好好聊一聊 所以本周我们的核心话题就是这第一批评测的媒体 是如何看待VisionPro的 我们还是先简单过一下本周的行业资讯 然后再好好聊一下媒体评测这件事 那么咱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来自国内的好消息 国内AR眼镜厂商的玉三家Xreal日前宣布 公司已完成新一轮6000万美元战略融资 并将把这笔资金用于研发和光学引擎生产基地的扩建 同时计划自2025年开始大幅提升AR眼镜的产能 根据彭博社报道 Xreal计划今年生产50至100万部AR眼镜 营收达到1亿至1.5亿美元 至2025年Xreal预计生产200万以上的AR设备 实现2到3亿美元的营收 我还记得三周前Rocket刚刚完成总规模 净5亿人民币的战略性公司 而玉三家的另一家雷鸟其实是TCL旗下的公司 所以看得出来这三家在今年可谓是兵强马壮 这里真心祝愿这三家国内企业都能做大做强 同时我也更加期待他们能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出色的AR眼镜产品 下面是来自大厂的一些消息 之前IT分析师郭明基表示 Vision Pro在预售的首个周末 销量就达到了16到18万台 现在根据了解苹果销售数据的消息人士的透露 苹果已经售出超过20万台Vision Pro 按照一台3500万美元的价格 Vision Pro的销售额至少已经达到了7亿美元 而苹果最近已经正式获得了它在2017年就提交的EyeSight专利 EyeSight的技术可以让Vision Pro的外部显示屏 显示佩戴者的眼睛画面 除了写实风格的眼睛 它也可以显示动漫风格的眼睛或者其他内容的画面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在后面的媒体评测环节也会提到 或许有些人更喜欢用一个酷酷的赛博眼睛的图案 来替代真实的自己 上周我刚刚说过 在2月2日正式发售之前 苹果已经发布了Vision OS 1.01版本更新 结果本周苹果又发布了一个安全补兴 用户需要将系统更新到Vision OS 1.02 这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电子产品 包括游戏都是在发售之后疯狂更新补兴 看来苹果也不例外 下面几个消息来自Meta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Meta实际上非常欢迎苹果入局头显市场 尽管苹果自己不承认Vision Pro是VR或者头显 但其他人好像并不那么想 关于头显这个事情我们稍后还会详细的聊一聊 总之Meta的高管认为苹果入局证明了小扎对于元宇宙的投入是正确的 而Meta之所以在产品方向上从VR转向MR 其主要原因也正是苹果 说到这里怎么有点相爱相杀螺旋上升的感觉了 你可以说Vision Pro是一款高配的Quest 也可以说Quest是一款低配的Vision Pro 而最终真实的销售数据则会告诉我们到底谁是对的 就在Vision Pro提供旅行模式之后 Meta也计划为Quest 3提供旅行模式 也就是让Quest 3在飞机或火车上能够以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来观看视频或上网 玩6自由度VR游戏估计是没戏了 总之你苹果有的我必须也要有 接下来是一个重磅消息 虽然距离现代的XR行业稍微有点遥远 特斯拉和SpaceX的老板马斯克通过X宣布 他的另一家公司Neuralink完成了全球首例人类脑机芯片植入手术 证明人类脑机植入芯片的名字是Telepathy 据说手术的初步结果十分理想 感觉距离脑后插管的科幻电影情节又进了一步 而就在同一天 清华大学官网发布了一则消息 称清华大学与宣武医院团队成功进行了首例 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实验 与Neuralink的全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不同 国内团队的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Neo 把电极放在大脑硬膜外 通过长期动物实验研制 不会破坏神经组织 这款脑机接口还采用了进场无线供电和传出信号 体内无需电池 可能会比Neuralink的需要开足的脑机接口更早实现产业化 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兴奋的 因为以往我们在很多技术上都是落后国外的 这回清华能够正面刚一下马斯克 没准以后咱们在脑机接口这个领域就遥遥领先了呢 而脑机接口就是下一代SR产业的核心技术之一 真的是未来可期 下一个消息来自汽车行业的巨头保时捷 在他们最近举办的新款电动车McKean的技术研讨会上 技术人员和媒体都带上了Quest 3 然后通过MR技术体验和探讨了这款新车的方方面面 一位工程师兼演讲者说 以这种方式展示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内容的故事线就像传统展示一样 你的提词器和笔记可以放在只有主持人才能看到的虚拟标牌之上 而你可以点击不受屏幕限制的真人尺寸沉浸式3D动画 而一位汽车行业记者说 我认为这是一种无价的资源 演示几乎是有形的 你可以在里面走一走 你可以伸手触摸 而这一切都是按真实笔记进行的 这是二例展示或屏幕图形所绝对无法做出的事情 其实在我看来 MR包括VR一直是商业展览展示场景的一项重要基础 而保时捷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其他企业前面 毕竟从做到到做好需要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既要花钱也要花时间 所以有保时捷这样的有钱的甲方来做探索的事情也确实非常合定合理 接下来是一组和内容相关的新闻 经过数月的测试 Unity日前宣布 正式提供对苹果VisionOS的官方支持 涵盖所有Unity Pro Unity Enterprise和Unity Industry订阅用户 现在开发者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Unity工作流 强大的SR工具和跨平台兼容性 来为Vision Pro的全新内容生态 开发各种空间计算体验 Unity表示 来自全球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参与了他们的测试项目 被空间计算的新时代构建了一个社区 感兴趣的开发者可以访问Unity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来自日本的软件公司Messon 发布了一款运行在Vision Pro上的天气体验应用 Sanitone 它采取了一种类似水晶球的三维小空间来展示天气的画面 我觉得这款应用终于有点空间计算的意思了 而另一款天气应用 Carrot Vizer也将于2月2日上线Vision Pro 不过它的界面看起来还是比较传统 听说它还内置了AI角色和小游戏 说到这里 我相信在Vision Pro正式发售之后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Vision OS应用 会上线这个全新的平台 未来我也会分享更多的空间计算应用的消息 对此我个人是非常兴奋的 毕竟开发者的脑洞 有时候你是真的想不到 而探索各种可能性 对我来说就是最爽的事情 OK 我们终于来到了本周的主题 这就是Vision Pro首批媒体评测的分享和讨论 说实话 我之前看海外媒体或博主的评测视频并不多 而围绕一款产品集中观看多个视频 更是第一次 所以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也很有趣 先谈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那就是我们国内的媒体和博主 评测一款产品的时候很喜欢说参数 有时候经常说一大堆参数 尽管观众可能一个都没听懂 而海外媒体或博主更多的会谈体验和使用场景 这样更接地气也更合理 因为有的时候非常好的配置参数 如果遇到较差的系统调优 还是会产生不怎么样的体验 比如小米之前的某些手机 相机参数非常好 但照片拍出来就是很差 这主要就是系统调优的问题 而我个人也更加倾向于偏体验型的评测 虽然它看上去有点主观 但其实它更真实 往往比空谈参数更有价值 好的我们回来 这次我看了大概五六位记者和博主的评测稿件和视频 先简单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观点 CNET记者称赞Vision Pro 拥有视网摩集清晰度的MicroLine显示屏 出色的混合限制功能 令人印象深刻的兼容iOS应用列表 以及支持通过iPhone15和头显本身拍摄的空间视频 其中有一句原话是 它比我家里的任何电视都要好 而这位记者批评Vision Pro的地方则是 其3圈500美元的售价 不完美的首演输入 缺乏原生Vision OS应用 有线电池以及占地较大的放置空间 还有佩戴时需要配置处方光学镜片 The Verge记者称Vision Pro为初见神奇 直至不带神奇 它指出Vision Pro的VST模式并不完美 在FaceTime中使用的数字化身Persona 不可思议的有点可怕 还有佩戴使用时与他人产生的隔离感 华尔街日报的女记者将Vision Pro的评测发挥到了极致 他连续佩戴Vision Pro达到了24小时 好的地方是他没有产生运动症 而且完成了很多工作 而他同样认为Persona非常奇怪 CNBC记者将Vision Pro描述为计算和娱乐的未来 除了头显的强项 也就是提供传统媒体服务 他是唯一真正喜欢Persona的评测者 而他认为的缺点则是Vision Pro缺乏Uber 亚马逊 Facebook这样的关键性应用 以及暗黑破坏神不朽和原神这样的热门游戏 当我尝试归纳这些记者和博主的共通性观点时 我发现他们对于Vision Pro的显示效果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而对于交互 大家则认为Vision Pro的首部跟踪准确率很高 几乎感受不到延迟 但打字还是不方便 最好的方式还是接一个键盘 Einsight的功能很有趣 但实际上它的显示效果并不清晰 所以给人的感觉很奇怪 Persona则完全是一个灾难 因为没人喜欢一个更丑和更模糊的自己 看电影几乎是目前体验最好的应用场景 而其他的应用场景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对我非常钦佩华尔街日报的女记者 虽然她的视频并不长 但我充分感受到了她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热情 她是所有人之中佩戴时间最长 尝试应用场景最多的体验者 她甚至带着Vision Pro做了饭 我看到这把节骨机的发生 可以放过这些小时 现在我可以放一个第二次的摆布 这次在6分之后 还带着维生Pro滑了血 我只要用他们短时间去拍摄一些视频 Siri,拍摄室视频 没有,你必须按钮 放在锅子上 放在锅子上 来吧 我真的好喜欢他的这种探索精神 而Zeruorz记者的视频则带给我一种浓浓的叠味 不过他在视频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Do you want a computer that messes up your hair every time you use it? Do you want a computer that allows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to prevent you from taking pictures of what you see? Do you want to use a computer where you can't easily show anyone else what you're looking at? Do you want to use a computer that has two and a half hours of battery life? Do you think the fanciest TV you own should have HDMI inputs? Do you want to use a computer that doesn't work as well in a dark room? Listen to me Do you want to use a computer that is always looking at your hands? Nice 对此我其实也给各位观众提出了几个问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看看这些记者和博主的视频 或许你会产生一些新的有趣的发现 如果让你回到2007年和2010年 你会购买初代iPhone和初代iPad吗? 如果让你用历史的眼光去看 你会如何评价初代iPhone和初代iPad? 如果想要购买一台XR设备 你预算的上限是多少钱?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iPhone或iPad 会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同样想象一下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XR头显或Vision Pro 会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会喜欢 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补充更多干货和友好讨论 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投币和三连支持 想了解更多XR行业信息 就请关注我 让我们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 我是Pink丹 咱们下周再见 Just one more thing 一定得选最好的外星设计 故美国设计师 做就得做最高档次的头显 戴上直接就用 电池续航两个小时 什么HDR4K 偷视 能接的都给它接上 开机以后 头显外边能看网页 头显里边能看视频 开机弹出一个美国酷克 戴衣眼镜特理工男那种 甭管你买不买PP 都得跟人说 可能还付了money 随一口地调的美国纽约腔 倍儿肉面子 用商店里再来一个畅销游戏 不是法军课金的 一年光收费就得挤 再来一个视频软件 24小时征收观看费用 就是一个字贵 看N书视频 就得花个万八千的 VR里边遇到的用户 不是在小派 就是在弯走 你要用一个Quest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你说这样的VR图显 一套你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咱们也得2000美金吧 2000美金 那是成本 4000美金起 你还别嫌贵 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果粉的购买心理 愿意掏2000美金购买头显的用户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美金 什么是高端VR用户 你知道吗 高端VR用户就是买什么头显 都是只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VR产品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这边在轮并且不停的 本来的 就贵了 自己贵了